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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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面试的微信5.0还将增加支付功能 买车票 订机票 重化费等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完成 无疑为腾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力 腾讯的移动端表现的发展是很好的 既有实际又有彩头 这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微信的开拓非常成功 四五亿人在用我的这个东西 那我就是有了好彩头了 所以它是既有理字又有面子 所以我觉得腾讯的这个确实是 在中国移动端第一巨人 这是当之无愧的 外界甚至评价说 凭借微信腾讯是中国唯一拿到 移动互联网传票的公司 不过马化腾的表态却非常谨慎 在他看来 现在腾讯手握的仅仅是一张站台票 我感觉是你能不能做到终点不知道 你的这个是一个人上去了 还是一个团队上去不知道 而且很多人要往上挤 那是和睦相处还是最后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对未来其实是充满了一片 就是未知 但是我们仍然是很有激情 很有这个兴趣去探索 我觉得它的美好之处在于它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说 这个行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机会一起上这条船 腾讯研发微信的时候 正值新浪微博人气最旺之时 但马化腾并没有跟风 把微信做成下一个微博 而是沿用了QQ时期最赚钱的盈利方向 游戏和娱乐 这两者成为微信 现在如日中天 前景大好的重要原因 变现是微信杀手锏 腾讯在7月3日的合作伙伴大会上 发布的业绩显示 截至2013年4月 游戏类开发商注册数量 已经超过8万家 游戏应用注册数超过4万个 月流水收入超过10万元以上的游戏数量 同比增幅超过65% 游戏开发商总收益同比增幅超过200% 他想做成一个客服平台 因为媒体平台 对他们来讲价值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来讲 因为微博过去已经证明了 而且微博就是做的媒体平台 微信来讲野心更大 他希望成为移动互联网上的水和电 那光靠媒体平台 是很难支撑这些企业的 更大的商业空间和企业价值 微信高歌猛进 而腾讯的看家产品QQ则是备受冷落 微信和手机QQ之间的名争暗斗 看得圈外人是相当的不解 两者长得是越来越像了 而且功能也越来越趋同 为了避免将来的内耗 为何不合而为一 合力打好组合拳呢 腾讯其实内部有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PK文化 我以为把手Q干掉 一点问题也没有 一点问题也没有 就是真把手Q干掉 对QQ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这种PK呢 其实来讲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跟作用 是外界没有看到的 就是怎么样激发 一个大公司的狼性文化 因为手Q未来 跟微信PK 据说连续三个月都在加班 这个也引发了其他兄弟部门的 效仿跟压力 大家都在喊精品 大家都在加班 这对腾讯来讲是一个 因为它已经过了创业期 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那这就蛮有意思的 2010年春天 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 《狗日的腾讯》表达出 中小创业者对腾讯 指着中国互联网巨恶的恐惧与仇恳 那时腾讯的形象 就像是一个捕食者 四处捕猎创业者产品思路 迅速复制定占领市场 紧接着那年冬天爆发的 3Q大战让马化腾看清了 腾讯身处众矢之地的局面 既委屈又紧张 随后马化腾开始 在腾讯内部进行反思 2011年腾讯宣布 推出开放平台 在金楚岛看来 腾讯的变化 就是马化腾的改变 从创业 到一个领袖级的企业家 我觉得这是它 最大的一个变化 比如过去来讲 马化腾可能更多 大家认为是一个 好的产品经理 就自己把产品做好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 马化腾在参与很多 参与很多跟创新 公众有关的这种 产品跟公司之外的 做了很多事情 如今马化腾的眼界和格局 不再拘泥于圈地阶层 移动化 多元化和国际化 是腾讯开放平台的 三大发展趋势 对小马哥来说 未来几年最大的考验是 如何将社交关系链 从PC端向移动端大迁移 如何让旗下两大同类产品 微信和QQ在竞合中 共同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